这个月在台东艺文中心登场的全国乡土各摇比赛 受到疫情影响 参与人员必须要全程佩戴口罩 但是因为16号当天有确诊者足迹的出现 台东县政府和教育部协调之后 宣布将比赛场地移私到台东大学 台东校区的国际会议厅来继续的进行 确保所有人员的健康 同时也维护参赛者的比赛权益 来到了全国乡土各摇比赛的场地 可以看到现场空空如也 没有参赛选手也没有工作人员 大门口贴出的告示 宣布18号起封闭场馆 台东县防疫消毒大队人员 也来到现场在周围进行消毒作业 这个月15号开始 在台东艺文中心登场的全国乡土各摇比赛 开赛之际受到了疫情影响 每一位登台的选手都必须全程佩戴口罩 参与这一系列的竞赛 而在16号的赛事中 一位来自台南的参赛者 比完赛后身体不适 当天由家长带回台南家中照顾 随后在17号裁减确诊 虽然比赛过程都有戴着口罩进行 但台东县政府与教育部讨论后 决定将场地移到东大台东校区的国际会议厅来继续进行 在确保参赛选手健康的同时 也维护他们的比赛权益 根据台东县政府教育处表示 确诊者的同团成员 已经搭乘原乘坐的游览车 返回台南检疫所进行裁检 而先府会以最高标准的防疫规范 来办理接下来的赛事 比赛会场内 所有人员都必须佩戴口罩 比赛场地 每两小时做一次清销 工作人员也会做好自主健康监测 同时也会是疫情趋势 将比赛做滚动式的调整与修正 记者一起轮 台东市报导